你知道五国古代最昏庸的帝王是谁吗? 秦二世胡亥只能排在倒数 第十名,唐一宗李璀 他是一个被皇帝宝座耽误的音乐天才 对音律的理解和掌握真入化境 指出新唐叔对唐一宗的评价是 以昏庸相继,可见他的帝王生涯有多么糟糕 刚一登基,他就下令处死当初不同意他继位的宰相 虽然最后并未执行,但朝臣们从此便进入寒蝉 再也没人能直言国事 更令人唏嘘的是,李璀在位十四年却任用了二十一位宰相 走马灯士的换人让整顿励志无从谈起 老百姓身上的负担更重 遇到灾荒只能卖而卖女却无力自救 如此朝局更是让国策难以得到稳定推行 大唐帝国再次坠入深渊 第九名,秦二世胡亥 对内残暴凶恶,对外昏溃无道的中国第二个皇帝胡亥 亲手毁灭了大秦帝国 他逼死了自己的哥哥扶苏 在赵高和李斯的帮助下成为了秦朝二世皇帝 却没有拉拢外戚作为自己的实力 反而对二十多个兄弟姐妹展开屠杀残忍至极 这也直接导致了赵高更加有恃无恐 频繁陷害忠臣良将 于是李斯,蒙氏兄弟,又丞相冯旭吉,将军冯杰等文臣武将相继被害 大秦帝国的统治陷入混乱 但胡亥只想纵情享乐 他蒸发全国的农夫修建阿房宫 使老百姓摇曳赴税负担极为沉重 最后陈胜吴广在大则乡起义,拉开了反秦大幕 而胡亥也在旺夷宫被赵高的心腹严肋逼迫自杀 第八名,汉城帝刘傲 自毁西汉王朝根基命脉的帝王 自继位之日起便不理政事 哪怕是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 初次灾疫现世,刘傲也毫不自省 反而听信谗言归咎于对许皇后的专宠 随即,其还建造了飞行店等奢靡的建筑供自己享乐 而在朝政方面,刘傲过于昏庸 竟然将权力一分为二,以外戚和权臣相互制约来确保西汉统治的延续 结果王室外戚一家独大 太后王政君的七个兄弟都被封为侯 权势比当年的霍光家族还要强盛 成为了西汉帝国事实上的主宰 也为王莽篡汉埋下了霍根 我国古代最昏庸的十大皇帝 你都知道有哪些 第七名,崇祯帝朱有俭 昏庸但是又极其勤政的帝王 他曾六四下发罪己诏 把天下的灾难都跪咎于自己身上 可却完全不知道改错 加之生性多疑,刚愎自用 完全听不进朝臣们的简言 面对当时已经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 他没有抚恤百姓 反倒是一味对民间增加赋税,筹集军费 始终坚持两线作战 最终老百姓不堪重负 各地爆发民变和起义 加上北方皇太极又频繁进攻明朝 内忧外患之下,崇祯更加昏招迭出 将大明王朝最后的力量耗费在了宁锦防线的建设上 结果却被皇太极从蒙古偷袭了北京城 国力大商 最后被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 崇祯帝朱有俭自以眉山之上身死国灭 第六名,商咒王帝新 商朝的末代君主,以残忍昏溃著称 他在位期间对内言行郡法 设立了臭名昭著的袍落之行 又加重税负,大兴土木 让百姓们不堪重负 对外战争频频 屡次发兵攻打东一部落 却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只是把国家财富消耗殆尽 商朝的大臣威子和比干 拼命劝说他应该情修得正 宽人爱民 可是咒王非但不采纳忠言 反而挖出比干的心发泄仇恨 引来了忠臣良将们的彻底绝望 公元前1047年 咒王在木野之战中被周五王打败 仓皇逃到陆台 跑到国里自焚而死 结束了自己作恶多端的一生 第五名,汉灵帝刘红 没有任何建树的帝王 用一生演绎了什么叫昏溃的帝王 他在位期间建造了专属的私人乐园 西园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游乐园 宫女和大臣假装来买东西 为了更加真实 汉灵帝甚至让大臣们在西园互相偷窃 更发生过让狗穿上文臣武将衣服帽子 嬉闹的诡异闹剧 而为了让西园不断扩建 汉灵帝便把敛财的主意 打到了卖官欲绝这条路上 他在位期间 官位都是明码标价 许多人无德无才 却凭借着出钱买官进入庙堂掌握了权力 再加上汉灵帝实行党部 重新宦官集团把持朝政 老百姓实在不堪重负 最终爆发了黄金起义 东汉王朝由此坠入深渊 第四名明武宗诸后照 他登基之初便被寄予了忠兴大明的厚望 然而现实却是恰恰相反 诸后照做皇帝的十六年里 充满了荒诞不惊和怪异奇葩 他不愿处理朝政 于是任用以刘锦为首的八个宦官 处理大臣们的奏折 史称八党 而他自己则在西华门旁 铸造了名为报房的密室 人生混乱不堪 更昏溃的是 他还封自己的男宠为义子 并次姓朱 允许这些男宠掌控朝政和军权 让本就被宦官集团搞得乌烟瘴气的朝堂 更加混乱不堪 可能是连上天都觉得不能再任由 这样昏溃的皇帝瞎胡闹了 于是便在诸后照三十六岁那年 终结了他荒唐的一生 盘点我国古代最昏庸的皇帝 今天他来了 第三名 晋慧帝司马忠 他是中国历史上智商最低的皇帝之一 统治国家这样的事情 显然是为难了他 据说有一次 大臣向他奏报 说灾荒年景 老百姓没有饭吃 饿死了不少人 司马忠却回复说 没有饭吃 他们为啥不吃肉粥呢 这便是何不食肉米典故的由来 而在司马忠治下 西晋社会矛盾尖锐 民间起义不断 但晋慧帝最大的昏庸之处 是在于任由皇后贾南风 霍乱朝政 最终导致太子司马忠被谋害 引发了八王之乱 从此晋慧帝本人 像玩具木偶一样 被造反诸王轮番挟持利用 受尽了屈辱 48岁被毒杀身亡 整个西晋王朝国历 从此急转直下 后世对司马忠的评价是 慧帝之于古今无匹 国阴已亡 第二名 周幽王鸡公生 西周的王国之君 任用兼成国师傅执掌朝政 招致国内不满 但周幽王非但不敢 还借助国师傅来加大对百姓的剥削 实现自己享乐和贪婪 而压死西周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便是我们所熟知的烽火系诸侯 他宠庆美人包四 为了博得他的欢心 命令士兵点燃烽火 假装都城被进攻 号召诸侯兵马擒王 等到诸侯们十万伙计赶到时 却发现被周幽王戏弄 大失所望 于是对周幽王的怨恨暗生 后来周幽王废掉原太子姬一舅 立包四所生的儿子姬伯福为太子 使得姬一舅外公申侯大怒 申侯于是联合西一犬戎攻打周幽王 并在立山下将其击杀 西周从此灭亡 第一名宋徽宗赵吉 极具艺术才华的北宋末代皇帝 只可惜生在了帝王家 他登基之初也实行过新法 但可惜朝堂上遍布蔡经 铜冠等奸臣 赵吉面对着已经默契沉沉的国家 最终放弃努力 任由国家沉沦 在赵吉为帝的25年里 农民起义不断 最大的方辣起义席卷江浙 撼动天下 虽然最终失败 但却耗尽了北宋的最后一丝力量 等到北边崛起的金朝 濒临开封城下时 一直在后宫沉迷书法会画的赵吉 顿时惊慌之错 他连组织军民反抗侵略的勇气都没有 甚至没有号召天下兵马亲王 而是匆匆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赵桓 但奈何苍天饶不过 金军攻破开封俘虏了赵吉 并把他带到了金国 最终受尽折磨而死